2013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星期天在高雄巨蛋召开 来自欧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特别组团来台 参加这次盛会 请看来自现场的采访报道 2013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现在开始 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一次在高雄举办 吸引7000学员齐聚一堂 分享彼此的修炼心得 修炼之后 我觉得心境就是像一面镜湖 即便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觉得有石子投入进来 有产生涟漪 但是很快的他就会恢复了平静 冗总医师袁伦翔 今年二月得法第一次参加法会 他说这是殊胜庄严的地方 可以借进每个人的修炼经验 然后作为参照 这次修炼给我感觉是把很多东西放下来之后 你反而你的心的容量变大了 那你觉得生活比较踏实 比较知道未来的目标 身体好像也默默的变好了 韩国的法轮功学员更是不辞辛苦远道而来 盛装出席 在韩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台湾同学的那些交流 然后我只是听到那些交流之后觉得台湾同学真的是很厉害 中场休息时刻 美国飞天艺术学校台湾分校学生 上台演出中国舞 精湛的技巧震撼了满场观众 掌声不绝于耳 连续两天 来自海内外 七千法轮功学员参加排自和修炼心的交流会 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 以实际行动大谢时恩 新唐人亚特电视林语书林宏观台湾高雄播导